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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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開始上課了 那今天 我們要請透過 那個崔明老師的邀請 請來這個 Ombuds CD 的CPU 張禮銘 博士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公司的技術 就怎麼樣把這些Compute Vision的技術 用在Severance上面 那因為在座的同學 就是來自這TinDar 做Compute Vision實驗室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業界的發展情況 那我們歡迎張博士 好 大家好 不用繳張博士 叫我秉林就好了 那今天很謝謝 孫老師還有陳老師的邀請 就是可以讓我有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對 那我們公司的名字叫 Unball Compute Vision 那我們在做的東西呢就是 呃 我們是要做 一個Surveillance Camera 然後去提供給企業級的User 的一個整套Surveillance Camera的Solution 所以這個Surveillance就是監控的意思 對 那先介紹一下就是為什麼 我們公司要取叫Unball這個名字 Unball其實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你查之前去手這個單子 那它其實是 它是那個古時候盾牌啊 就是中心部位的那個圓圈 就叫Unball 就是它是支撐整個盾 中心點的那個 最強健的一個裝置 那它中文就是翻盾形 對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呃 我們我們要做 右邊那一支 呃 你們的左邊 就左邊那支 Camera 那在這個 Camera上面 我們會build in 一些intelligent的 computer vision based的 的 algorithm 那我們目前主要是focus在 會focus在這三個 呃 不管是computer vision領域也好 還是 還是robotivision領域也好 還是machinery領域也好 就是第一點 就是我們會做deep learning的 的research 那我們是focus在 呃 pattern recognition上的應用 然後 我們會做structure from motion swiver motion 呃 也許大家 呃 不清楚的人就可以看作 swiver motion它是一個 3G construction的一個演算法 那 第三個 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mapping的話 它是 它也是一個 它是一個robotic robotic vision的一個framework 它就是 呃 你可以想像就是一個 一個robot 它在空間中行走的時候 它要同時去build一個環境的地圖 然後 要同時去localize 它自己 在哪裡 所以你要同時做定位 要同時做3D重建 呃 3D重建 那這個framework就是 叫visual slam 我們公司 呃 做camera方面的話 這就是台灣的強項 可能就是ODM OEN 就是我們要把這隻camera做出來 應該不會是一個 很困難的問題 可是 這三個演算法 這三個soft solution的話呢 在台灣目前還不是一個顯學 所以這也是今天我來這裡的目的 就是 就是看可不可以 找到一些young talent 來take this challenge 對 那 呃 因為我們是個startup 所以我們公司去年8月 6月 去年6月才成立 對 所以 呃 呃 現在這些 你想像的東西 我們還沒有一個實際的產品 但是這是我們 eventually會approach的 的 的東西 而且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團隊 就是 我們現在有三個co-founder 所謂co-founder 就是合夥人的意思 就是 就是不知道大家對startup 有沒有概念 我簡單介紹一下 所謂startup就是說 欸 就是我們 我們一家新創公司 你會 最一開始會有幾個合夥人 他們一起出一些小錢 然後去 去build up一間company 那 我們公司的話 就是前三個人 像第一個 Sean他就是 就是 我們現在的business model 是pre-marked就是由 由他來主導 因為他他在surveillance 這個領域已經五六年了 他知道這個領域有哪些niche 是可以 是可以被startup company 去 呃 fulfill的 對 那我的部分的話 就是 我的background 我是在 呃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拿的一個 一個robotic vision的博士 對 那我去年 呃 去年在UCL當了一年的 的博士後 那我是今年三月 才回來台灣就是 full time involve這個 我們humble的東西 這樣子 那我的部分的話 我就是像剛剛講的那三個演算法 就是我在負責的部分 對 那第三個口方的 Anthony 就是字文的話呢 他是 就是負責EE的部分 就是我們 我們要怎麼把那些camar建起來 就有 有這個 字文來負責 那他的背光是之前 他是HTC ONE 是他之前在HTC 的時候做的一個產品 對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consultant 就停泛 他是 呃 Robotics 的Background 對 那他現在人還在美國 他在參加那個Dopla的 機器人競賽 他可能今年六月比賽完之後 才會回來 Fortime加入我們 對 那可以看到 呃 其實這個start就是我們 最剛開始是 就幾個人 就build一個公司起來 然後我們才開始 呃 就是招兵買馬啊 然後去繼續去發展我們 我們 呃 我們的 不管是公司的產品也好 還是 因為 剛開始我們錢不多的話 等於是我們還要去 Rest Funding啊 我們要去找 VCR 找Fonto來投資我們 所以我們目前的Stage Pretty much還在C Run的階段 就是 就是 就是在boost shipping跟 跟 跟C Run之間 所以我們在找錢 我們在找人 我們在找 呃 呃 就是 可能 呃比較靠譜的 呃 靠譜是大陸用詞 就是比較 呃 reliable的一些 一些business的model 對 那另外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四個工程師 還有兩個designer 對 我們現在Primar就是一個食人的團隊 那我先開動名義 就直接講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招人啊 對 那如果你是即將要畢業 或者是 你 呃 你現在還縮一 但是或是你現在才剛大 呃 你是大學生 這邊有大學的學生嗎 大學不會有學生嗎 對 或是你是 呃 year的學生 如果你符合就是我們 如果你feel confident about yourself for 比如說convexnization啊 或者是 一些素質方法 或是你有 你有deep learning的 background 或是multiview geometry的 的知識的話 對 然後同時呢 你會知道你的生活能力很強的話 那請 請來 請來跟我們聊聊 我們很需要這樣 這方面的人才 那就是 可能 台灣的學生 我不知道你們對 就是到底 現在台灣學生對startup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認知 就是其實 呃 其實startup的我們的 package還不錯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薪水其實還 還蠻不錯 就是可以 至少是可以跟 也許是聯發課啊 或者是 台積電 呃 競爭 因為我們等要付這麼高薪的 我們才有可能從他們那邊搶到人 對 所以其實在外國 像不管是系國還是倫敦啊 你 大部分你要 你要找高薪的工作 其實startup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 呃 因為startup 就startup 來說的話 他們與其花錢找人才 他們 呃 相較於花一堆時間去cost down人事成本的話 倒不如是花大錢去hire一個 對的人 然後一個戰力很強的人 讓他快點把產品做出來 然後能夠賣錢 對 所以我們 我們的薪水還不錯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那加油XR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相較於那些大企業 因為 你是 你是我們早期很早很早 就加入的員工 基本上這家公司的文化 是由你來 你來定義 對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很care的東西是說 我們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很free engineering的environment 基本上 你就 你 你對computation跟machine有興趣的人 你想要發展什麼題目 你進來之後 你可以 你可以做 這方面的研究 然後做 what you love 那你在startup 你可以學到一些 在big corporation學不到的東西 像整個 公司從無到有 整個流程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做你的 A round B round C round的 的 的融資 這些也是大公司你學不到的東西 那你在startup 你都可以學到 對 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簡單介紹 介紹完我們公司 我們就直接進入 就是到底 在surveillance industry裡面 有什麼樣的niche是 一個 我們家公司是可以 可以去contribute的 對 這張照片你看 就是 這是南加大 就是 南加大那個校園裡面的 surveillance的中控系統 那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中控系統 還蠻 還蠻普遍的 不管你在 這只是一個人家 打一個例子 但可能就像環球影城啊 迪士尼樂園啊 或者是Stanford啊 我相信台大清大 他們也會有類似 類似這樣的一個中控系統 它就是centralized 去把所有 所有那個監控攝像機的影像呢 就是centralized到一個中控式 然後他們去 去monitor 可是這個問題在於 它這個中控式裡面 大概只會差兩個人員 對 那可能這兩個人就要看 看幾十幅幾百幅的 的camera 那其實一般人 正常的人 就是你在這個環境下 你可能 你可能待個兩三秒 你就放空了 你是不可能去 真的去一個一個螢幕去看 到底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對 而且我之前看過研究 好像一般正常的人 就是你 你去 有些人他習慣用外界螢幕 就是他可能喜歡用 兩個螢幕 三個螢幕 我之前看過一個研究就是 你 正常人他最多只能 就是 他最多只能看三個螢幕 就是極限 三個就很緊繃 你如果要看到四個的話 基本上另外一個螢幕 就是浪費掉 對 所以人的那個 人對imaging processing的 這個能力是有限 但是 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 每天大概會有 72億的 72億小時的video 一直不斷的被這樣recall進來 而且並且還是用人去 去看這些畫面 所以他非常沒有效益的事情 而且 即使現在 某一個 這其中某一個畫面 真的有事件發生 這個人也未必 能夠看得到 因為他基本上他已經放空了 對 所以這整個螢幕現在還停留在這種狀況 你現在在 你現在在 你在清大校裡面看到那些 Servience camera 他們除了收畫面之外 他們就不會做其他任何事情 收到畫面就是顯示在這個中空螢幕上面 然後存到背後的 呃 也許是一個儲存 儲存的Server 然後等到真的出事了 也許某東西都燒掉了 他們才去掉那個監視錄影器畫面出來 看說到底 到底怎麼回事 對 那當然 有一些 有一些業界的 的 公司也是在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 就想要去用一些 computer vision的solution 來幫助 呃這些人去 去去 filter 掉 呃 呃這些 redundant information 可是像現在的 solution 就是還不夠 不夠 intelligent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它是 它是一個 好像這是一個panasonic 它提供的一個 一個系統 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去偵測 那個 裡面的人 走動啊 還有一些 呃 Motion 可是你要讓它這個controller vision 能夠發生之前 你的 安裝的那個人員 它等要去 手動去設定一些 一大堆參數 像這個相機 有多高啊 它扶腳多少啊 然後它的 呃 那個 那個 view angle 多大啊 然後還要去 去 就是 你現在看到它在做的事情就是 它去拉一個 平面 然後去fit到真實世界的平面上面 然後去manually設定 一個人在這個畫面中 它的size大概是多少 所以你要做完這一大串設定之後 你才可以開始 讓這個controller vision system works 它是一個很 很tattiest的一個job 就是它很繁瑣 想像一下喔 如果你今天某家公司它 它買了200支camera 它要去裝這個系統的話 它等於是200支camera 它要一個一個這樣設定 所以這是 還蠻沒有效益的一件事情 可是這是目前 你在上面上 可以找到最好的solution 對 那為什麼說它不理想呢 因為 你可以 你可以看 這是幾個 真實世界的servience camera 拍到的場景 首先第一點 它的muring angle 它是非常dynamic的 就是有些高有些低 有些camera放的高 有些camera放的低 然後有些它的幅角大 有些幅角小 它光線可能也有差別 像室內的 它可能是長這樣 它人的size是這樣 可是室外 它人的size是這麼小 對 然後像這個 這個畫面蠻好趣的 它是 就是那個 就是Apple Apple 社會站北美 他們有某家 門市被搶劫的畫面 就是那個 歹徒直接開一台車衝進來 然後把 把 就是把那門撞破之後 然後進來刑牆 那像這樣 類似這種事件發生的話 你即使你可以detect human 也未必有用 因為它 基本上大家都是開車進來 所以它是直接 就很多 在servience的context裡面 有很多你 你無法預料的事情會發生 對 那 以目前現在的 現在市面上的solution 它就是沒有辦法handle這些事情 雖然說 大部分這些 他們號稱 現在就是high-end 就是比較high-level的產品 他還是說 他們有搭載 computer vision的solution 但是那些 computer vision的功能 是pretty much useless 那我現在這邊就 給各位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就是我 我虐待那個 co-founder就是Sean 他之前在跑北美客戶的時候 就是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客戶 就是那個 那個客戶他家 不是他家 就是他公司後面的停車場 然後他的7th camera就裝在這邊 然後就拍著這個停車場 然後 那個 就是他裝的那支7th camera 就號稱他是可以做 那個 motion detection intelligent motion detection 可是他抓到什麼樣的motion呢 他抓到 就是 他抓到這些陰影 就是 這些樹的陰影 他隨著風在吹啊 然後 然後他晃動一下 然後那個camera就以為 有人進來 或是 或是有motion發生 所以他就抓到這些 這些方塊就是說 就是trigger 就發出along 告訴user說 你家後院出事了這樣 所以那個客戶 當天晚上 他一個晚上 因為他風在那邊一直吹 他就 這個客戶他收到 228封email 的falsealong 然後這個客戶就寄進去給 我那個口方間的公司 的FA complaint 就說 我已經都知道你的手冊設定了 為什麼 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falsealong 228封這是 這是不可原諒的 然後 但是 FAE那邊 他們最後 他們也沒辦法做什麼 因為 像類似這樣 市面上看到 那些computer vision 搭載computer vision 什麼是camera 他們是寫 他們的軟體演算法 是寫在硬體裡面 所以你一旦東西 賣出去之後 它裡面的algorithm 是沒辦法 沒辦法被更動 你 他就是已經寫死 所以他 他現在功能這麼爛 他就可能 他就 永遠就這麼爛 所以像大部分的客戶 買到這種camera之後 他們就無可奈何 就是把 motion detection的功能 關掉 然後不用 所以 這個是目前 目前的 State 大概就是 大概就像這樣狀況 即使你有 你的7th camera 號稱 是computer vision capable 他大部分的 end user 還是 把它關掉不用 那我們在 我們在 所以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challenge 就我們要怎麼樣讓 首先第一點 讓整個 configuration變得很簡單 那我們要怎麼去降低這個 force around rate 對 這個是我們 我們第一款產品要 要 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 就是這兩點 那 所謂只有configuration的話 就是 我們這個相機 它是 能夠做得越簡單 安裝越好 它最好是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client 他到場之後 他就 他可能就需要 這些簡單工具 把camera 放在 固定的位置 接下來他就什麼事情都不用動 他就只需要到場 把camera裝好 所以他是 我們想要追求 是一個 zero configuration的 一個setup 對 那 接下來那些 自製camera裡面內部的 一些AI的 的agorism的話 我們就是 希望他是可以 我們的agorism是可以generalize 然後他是可以處理各式各樣不同的 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狀況 然後他可以 重點 最大的重點是 這是camera上面的agorism 他是可以被update的 所以今天假設某個客戶 他 因為他家 長得太 就是 環境太特殊 然後導致我們的 演算法crash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 針對他做customize 然後把他上面的camera 做update 對 那也許比較有sense的同學 就是知道 我們基本上每次camera 我們都會 直接跟雲端連線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 從雲上面去對 這隻camera做控制